Mark Bang发表对我们深爱的国家发生的事的看法 华盛顿长期存在一个类似免疫系统的权力结构 在顶部有包括外交政策机构 国家安全体系 企业和金融捐助者 以及两党政治机会主义者 还有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 美帝国的管理者与美国本土公民之间的对抗 自从我们成为一个帝国一来 我们赢得了美西战争 占领菲律宾 成为一个需要保护海外领土的帝国时 美国工业一直都是国际环境 你确实需要一个全力以赴 热血沸腾 坚定不移的外交政策机构 来保护在海外开展业务的美国国家龙土起义 问题是 尽管这在20世纪对美国发展 其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种奇迹 但到了1990年代 随着全球主义的发展 我们的制造业奇迹衰退 商会公司在五角大楼 博物院 中情局 和其他情报机构的保护下 从全球主义中受益匪险 随着我们的全球主义机构的福利 与国家公民之间开始出现分歧 他们本该将财富向下渗透 且在选举层面为国家公民 出现民粹主义反对派决起 民粹主义并非点意思 民粹主义是对腐败或误入歧途的机构的求助 就我看来 问题不是民主共和两党或保守派与左派间的 这些都可能随着时局而变化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机构 充斥着肮脏手段 这些手段我们一直允许他们用在国外 在外国政府 外国公民和外国机构身上 现在这些手段被拱在了国内 所以你们在外交政策上反对民粹主义 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整个北约 在英国反对脱欧的人 在意大利反对马太奥 萨尔维尼 在所有国家民粹主义团体都在崛起 左翼也不例外 每当他们受到外交政策机构威胁 实际上民主已经被彻底破坏 因为你们有了免疫系统 诸如司法部计划 逮捕任何上台的民粹主义领导者 或者一个会让他们破产的法律战系统 警察不会保护他们的会议 你在社交媒体上被封杀 还有在他们受审时下达的口头禁令 使他们在受审时甚至无法为自己辩护 他们的律师被逮捕 班农先生已经成为目标 这其中有一种情况 美帝国的管理者和美国本土国民之间的关系 一直破裂 这个在审查行业的故事中得到了体现 我觉得自己的使命是假述这个故事